根據體育史統計 國人運動消費行為中 個人裝備花費最多 每年光是運動鞋支出總金額 上看108億大關 全球市場規模超過5兆台幣 鞋製品廣受歡迎 連帶拉台製鞋機具銷量 向台灣經過40多年努力 在全球市場中 目前已經是前三大鞋機製造國 僅次於德國和義大利 那像我們開發的三色的鞋鞋機 那它是圓盤上面含模具加起來 就超過20噸那麼重的一個重量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設計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盤的機構 能夠讓它快速的一個旋轉 而且能夠精確的一個定位 目前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家可以做 兩家在歐洲 一家就是在台灣 但其實在創造亮眼成績之前 台灣鞋機產業遭遇過重創 一九九七年 亞洲金融風暴 以及靠低價搶室的對岸崛起之後 雙重壓力 讓當時許多設備商 被迫倒閉或是外移求生存 留下來的商家數 不到全盛時期的三分之一 面對惡劣的大環境 曾經開發出全國第一台雙色鞋底射出機的黃鳳鴻團隊認為 在自家訂單都暴跌剩下不到三成的情況下 要讓MIT商機再起 一定要有全新的避基點 意大利長 今天準備有台 這個合作案很重要 有可能是台灣史上邪機第一次跟意大利公司合作 這一台是我們在一九九九年跟意大利合作 全球第一台的這個原型機 我們從保留到現在 它的特色就是下面四根油壓缸 能夠獨立夾模 節省換模的時間 至少一台機器下來兩個鐘頭 製程加快 提升獲利空間 新機台疑問市立刻獲得市場迴響 相關營業額連續三年以五倍數成長 成功替台灣產業打開新局面 回顧當年的致盛經驗 團隊分析自我研發能力 是扭轉頂勢的重要關鍵 在早期 台灣的同業 可能是去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透過一些參訪或是什麼樣的一個展覽的形式 去得知一些比較新的一個技術 然後用可能比較仿製的方式 來生產類似的一個產品 那因為我們過去 每一年都會去意大利參展 每一次我們都會去展出 我們自己設計的一個產品 當他們想要到亞洲 來尋求一個合作夥伴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天鋼 那這一個合作 也是帶領了整個台灣協機業 非常重要的一個起始點 專注研發 促成大型合作案 當東南亞逐漸成為重點品牌 主要生產基地時 許多暢銷製協機 反而打不進這些市場 深入了解後才發現 當地工廠產線 幾乎都是由女性作業員負責 初期引進的機台 都因為設計問題不受難家青睞 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 負載非常粗重的工作 譬如說把模子從模棧裡面拉出來 然後打開 撬開 這些非常粗重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配合一些品牌跟協償的需求 我們規劃了一個非常自動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產的一個機台 讓女性的員工也可以非常輕鬆的操作機台 機台輕量化 精簡操作步驟 加快生產速度 台灣研發的新協機 獲得當地市場肯定 進軍東南亞的經驗 讓黃鳳如團隊確認 設計產品不能閉門造居 人才培育必須要有全新思維 於是當具有機械專長的企業二代 一進入公司 團隊反而決定必須先從業務 服務端做起 直接面對客戶需求 並且實際體驗 終端產品的優缺點 為什麼 一般的運動鞋跟高爾夫球鞋 有什麼差別 高爾夫球鞋底部會有冰箱 了解客戶痛點 納入機台設計計畫 這樣才能確保MIT鞋機 具有競爭力 以傳統的這種中底來講 他們為了要更有彈性跟輕量化 所以其實都會加了很多這種 阿炮劑 在五年前花了五年的這種時間 來去研究如何有效的去取代 傳統的這種發炮機 添加的一個製程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找到了這種 解決方案 用氮氣的一個超齡界 注入到模具裡面 然後來去做物理性的這種發炮 包括我們美國的品牌科物 跟德國的這種品牌科物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有興趣 不光是改變企業傳統運作模式 讓研發發揮最大戰力 近幾年從半導體到傳產機械業 大家都在搶人 為了要留住員工 黃鳳吾團隊 特別從公司結構著手 確保員工紅利來源 不受人為因素而有所起伏 以前的話我們員工的紅利是 每年的盈餘會有15%拿出來給員工分紅 那在那個年代其實最高的時候 有的員工他拿到的紅利 比他一整年拿到的薪水還要多 對 那但是在這幾年我們發現說 其實15%不夠 不然我們就是拿我們自己的股份 拿出來分 把我們原本個人持有股權的部分 轉移到必所形的控股公司 然後會有一個家族憲法來去做一個 維持營運的一個原則 黃沛茨解釋 把公司型態調整為必所形控股公司 用意是將家族股份無法輕易變更 維持一定比例 同時將家族股份紅利 以白紙黑字方式明定用途 避免有心人任意挪用 這些多重保障 就是要確保員工的額外紅利 不會是彈花一現 人才未重 友人私有才 面對搶人時代 台灣協計場 不只出奇招流人 更著重加強研發 雙軌並進 確保整體競爭力